今天呢,懒们要用五花肉跟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 咬上一口的话,满嘴都是酥脆的声音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五花肉洗干净之后,冷水下锅 放入葱节 倒入一点白酒焯水 焯水的时候,我们来调一下腌料 倒入自然粉,辣椒粉和烧烤料 搅拌均匀备用 煮到锅内的水烧开之后 再煮上5-10分钟 随后捞出五花肉 五花肉的皮朝上 先用竹签扎上密集的小孔 如果说你家里没有竹签的话 也可以用叉子或者刀尖来扎猪皮 扎好皮之后,把五花肉翻过来 用刀在上面切上十字花刀 但是一定要注意,切到靠皮的部位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切断了 我们将调好的腌肉粉均匀地抹在五花肉上 除了皮不要抹,其他部位都要抹到 抹好以后,把猪肉腌制十分钟 把五花肉放入锡箔纸上 将五花肉包起来 猪皮不要包进去 露在外面就可以了 再在猪肉表皮刷上一点白醋 再撒上一层薄盐 放入烤箱 用150度上下火烤一个小时 烤好以后取出来 我们拿掉外面裹的锡箔纸 换一张新的 可以看到五花肉出了很多水哦 继续放进烤箱 用230度上下火烤一个小时 烤到表皮脆脆的就可以出锅了 听听,这猪皮脆脆的声音 我们切成小块食用 可以说是越嚼越香哦 吃的时候如果说搭配甜辣酱 是开胃又解腻,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有问题 的 有问题